坐在巨大的红砖建筑里 服务生送上精致餐点 柔嫩的猪排搭配鲜红色的红麴酱 口感层次分明 而且味道鲜甜 另外一道暖心小火锅 更是在冷冷的冬天里 最适合享用的美食 这些是业者与在地小农合作 所推出的中西合并式套餐 要用最精致的美食征服游客的胃 那我们柳万南园呢 秉持一个跟供好的精神 所以我们都跟当地的小农合作 有当地的食材 那现在这个暖心锅物呢 这是过年特别推出的一个锅物 看到锅大家都想到团圆 一个暖暖的一个锅 里面的食材都是当地的 像常年菜 冬菇 还有菜头 还有玉米笋 这些都是小农非常用心的栽培种出来的 那柳万南园就是秉持这个精神 跟大家共好 希望大家在过年用餐用的安心 不想吃的太饱 业者也提供下午茶点心的选择 透过饮食团队的设计与巧思 在充满质感的食器里 尝着各式精致小点心 是一道既健康又方便的宜人下午茶 柳万南园在春节期间推出时光饱和 各位来游园期间 我们会享受一个时光饱和 搭配我们手工的咖啡或者是茶点 那里面搭配的一些食材 可以看到是东西的组合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组合 里面有我们传统小时候看到的米香 搭配我们的起司还有沙拉米 还有我们蒋方娘女士最喜欢的 俄罗斯卵糖 还有我们法国师傅对台湾而做的马卡龙 台湾很出名的水果干 所做的一些果干 还有新竹很有名的水蒸蛋糕 这是我们春节期间有缘就可以享用的 随着时代进步 台湾四五十岁的人还记着 过去过年十大家庭里的气氛 业者希望在这样古朴的建筑里 让大家回味起美好的旧日时光 也重新找回台湾人真正的传统价值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